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94集 陛下请出题 形势急转而下 孙尚书等人心头一灵 此案若是重审 大耕人衙门也来忏悔一脚 那一切谋划尽数落空 最终会形成多方扯皮僵持的局面 许新年虽然因此无法参加电视 但是谁会在乎一个会员能不能参加电视呢 身为王党最重要骨干的孙尚书 频频给王首府使眼色 老大哥你怎么回事啊 我们在前头浴血奋战 你在后方半句话不说啊 王首府觉察到了孙尚书的眼神 眉头微皱 从他的立场 此案谁胜谁负都不关心 一来未冤没有下场 而来许新年无法代表整个白鹿书院 真要是看不顺眼 回头找个理由打发到鸡脚嘎拉便是 可是作为王党骨干的孙尚书冲锋陷阵 他此时若是袖手旁观 毁寒了人心 党派的弊端便在于此 很多时候身不由己 王首府出列作一 陛下 臣倒是有个办法 可以迅速了结此案 东阁大学是赵亭芳有没有泄题 只需试一试许新年就行 陛下可传唤他入殿 由您亲自出题考教 让他当着诸公的面做诗 那首《行路难》是否他人带笔 一事便知 至于精益策论 点事在即 许新年是否有真才持学 陛下看过文章后 亲自定夺 若真是个草包 说明谢题是真 舞弊是真 严惩不待 原警帝盯着王首府看了片刻 此言有理 便依爱情所言 孙尚书等人面露喜色 王首府一番话 乍一看是霍西尼 其实偏向很明显 由陛下亲自出题考教诗词 让许新年在殿内做诗 整个大方能做到的只有诗魁 许七安 这关过不了 谈何殿诗呢 御王立刻说道 陛下 此法过于轻率了 诗词佳作 岂是等贤人等 信手拈来 张行英立刻复合 左都玉使元雄笑道 考场之上 时间同样有限 这位许会员既能做一手 为何不能做第二手啊 御王此言差矣 许新年能做出传世佳作 说明极善诗词之道 等他再做一手 两相对比 自然就明明白白 陛下 此法甚妙 六科己事中率先力挺 其余文官纷纷赞同 曹国公 袖手旁观 他只答应助许新年从轻发落 并不打算让他脱嘴 御王脸色一沉 正要继续劝说 袁警帝白白手淡淡说道 诶 朕主意已定 欲望不必再说 一炷香的时间后 披甲直锐的大内侍卫 进入金鸾殿 功声说道 陛下 许新年带到 原本凝滞的气氛 一下子活落起来 朝堂诸公瞬间精神抖擞 袁警帝汗手 声音威严 带起来 大内侍卫告退 几分钟后 穿着球服 五官俊美的春围会员 许新年到场 他缓缓地穿过 铺设星红地毯的通道 穿过两边的群臣 来到原景地面前 这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金鸾殿 这里就是朝堂诸公上朝的地方 为什么 要把我提到金鸾殿 许新年脑子里闪过一连串的问号 内心激动 手脚竟有些不受控的颤抖 他以极低的声音给自己施加一个buff 山崩于前 面不改色 刹那间 徐二郎内心平静如井水 波澜不惊 眼神清亮 似乎不把两边的猪公放在眼里 他作医道 学生许新年 见过陛下 大内侍卫当即说道 陛下 以燕鸣正身 原景地审视着皮囊好到无法无天的年轻人微微汗手 朕问你 东阁大学市可有收受贿赂 泄提给你 徐新年高呼 陛下 学生冤枉 没人理会他的辩白 原景地淡淡打断 朕给你一个机会 若想自证清白 便在这金鸾殿内复食一手 由朕亲自出题 徐新年 你可敢 我不敢 我不敢 徐新年脸色微微发白 他没想到自己被带到金鸾殿内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处境 行路难使大哥代彼 并非他所做 虽然他有改过两个词 可以拍着胸脯说 这首诗就是我做的 可是要让他再写一首 且是临时做事 他根本办不到 能做到这件事 除非圣人附身 徐新年内心一片绝望 他甚至产生坦白一切 祈求朝廷 从轻处罚的想法 但是李志告诉他 一旦承认行路难不是自己所做 那么等待他的是滑向深渊的结局 没人会在乎这事大哥压对了题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没想到我许新年第一次来进鸾殿 却是最后一次 大哥 我该怎么办 许新年的表情 脸色都被仲臣看在眼里 被原景帝看在眼里 孙尚书眼里闪过快意 许其安当初作诗 将他钉在吃乳柱上 而进风水轮流转 该是他作十五了 兵部侍郎秦元道 无声吐气 只觉得大局一定 搬到赵庭坊后 他下一步就是谋划 东阁大学士的位置 而内阁是王首府的地盘 孙尚书又是王党骨干 几乎是板上钉钉 左都御使元雄看向了魏渊 他心情极差 因为魏渊始终没有出手 如此一来 他算盘便落空了 不过 能让魏渊失去一名得力干将 也不亏 果然还是走到这一步 唉 魏渊无声叹息 最初得知许新年 卷入科举舞弊案 魏渊觉得此事不难 而后许清安 坦白代笔作诗之后 魏渊给他的建议是 争取从轻发落 这是致命的破绽 许宁燕似乎另有一仗 他没说 但我能感觉出来 曹国公的临阵倒戈 魏渊心里有大致的猜测 但作尸这件事如何解决 魏渊就彻底没有头绪了 远景帝居高临下的俯视许新年 声音威严低沉 不敢 孤独孤独的 许新年咽了口唾沫 身头缩头都是一刀 咬牙说道 陛下请出题 远景帝笑了笑悠然开口 哈哈哈哈 张仪死结报君恩 嗯 愿以中军报国为体 付识一手 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听到远景帝的出题 孙尚书等人 忍不住恶暗笑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